老公前女友说他缺男人 还蛮狂被约炮 因为很多男生都一直 就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然后跟一些 问我要不要原教之类的那些 然后导致我精神 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短短一周就接到 100多通原教约炮的LINE 让29岁的李小姐精神崩溃 然后这一切 可能是老公的前女友搞的鬼 上个月才结婚的李小姐向苹果投诉 老公因女性前女友常乱发脾气 两人分手 他和老公交往后 前女友还来质疑他 是不是第三者 他跟前女友说 是在他们分手后才认识 没想到前女友为了报复他 竟涉嫌将他的个资 张贴到两个色情群组 还说他缺男人 他每天都接到20多通 陌生男人约炮的LINE 连深夜也有人问 可不可以当炮勇一炮多少钱 他只能不断回没在做 连续两个礼拜 我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精神的科医生说 我有得到 我有焦虑症跟很忧郁症 他奉而对前女友提出 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妨碍名誉高速 董新闻高雄报导